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启动新闻 我是蔡小军 位在七堵区中心的开源立体停车塔 因为老旧已经封闭一年左右 在金融市议会议长蔡旺连的争取下 已经请市政府成功协调 利用开源停车塔对面 原本属于国产署的空地 开辟成有130个汽车停车位的停车场 预定4月中旬开放 议长也协调市政府保留一定比例的停车阁 给正光李明来乘租 施工单位人员开始逐一划设130个汽车停车位 准备4月中旬左右开放让民众停车 由于位在七堵区中心的开源立体停车塔 因为老旧已经封闭一年左右 在金融市议会议长蔡旺连争取下 请市政府成功协调利用开源停车塔 对面原本属于国产署的空地 开辟成为有130个汽车停车位的停车场 替代原有的开源停车塔 预定4月中旬开放 那所以经过我们市政府 跟我们国有财产署协调了以后 就借了对面这边 那虽然稍有不足 我们原有的停车场是152个停车位 那现在关闭以后 不得不借用对面的国有财产署的土地 现在虽然是130个位置而已 不过也大致上还好 还可以容许我们一般性的停车的需求 议长也协调市政府保留一定比例数量的停车阁 给正光里民成租 大家做一个协调 协商就是既然这个地方是在正光商圈 正光里的周围附近 然后当然对于我们该里的停车 多少要给予我们一些优惠 那至于优惠几个位置 优先来提供承租 不是优惠免费 是优先能够承租的 这个几个位置 我们还有待来商榷 这样方便我们该地区 我们贵里 我们正光里的这些好朋友们 他们进出 起码有一个优先权 对于议长蔡旺廉的争取 当地民众都非常感谢 感谢市政府议长的帮忙 谢谢 另外议长蔡旺廉也向市政府建议 争取拆除原有的开源停车塔 原职改建成为两层的机车停车场 方便民众停放机车 像这边的话也是 这个人行道上都会机车停 因为为了方便取建 然后买菜要再菜的 列的这些东西 那我是希望说 看看在今年来建议我们市政府 边预算把它拆除以外 能够也边预算把这个地方 当有效的利用 看看能不能改变成 让停机车的机车族们 一并可以来这边使用这个场地 最好是有两层来设计 可以容纳更多 更有效的来利用这个空间 陪同会刊的 基隆市政府交通处也表示 会把议长蔡旺廉的建议 纳入规划中 也希望说在市府内边预算 跟议会的支持的情况下 能够将这个停车场 适当地把它 就是说拆除 然后能够再把这一块 例如说像公园的部分 跟议会这边的建议 议长这边的建议 就是说把它改成机车停车场的话 能够更服务更多这边采买 或者是需要使用的民众 议长蔡旺廉希望交通处 可以赶快规划开源立体停车塔 后续的改建事宜 改善停车问题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又到了杜鹃花盛开的季节 在七土区永安理智公们多年用心维护下 七土重置桥畔 基隆河左岸绵延大约300公尺的杜鹃花盛开 各种颜色的杜鹃花朵 在燕牙下写得更加娇艳 成为打卡牌照的私房景点 在红色拥桥桥市外观亮眼的七土重置桥 衬托下 基隆河左岸绵延大约300公尺的杜鹃花盛开 各种颜色的杜鹃花朵在燕阳下显得更加娇艳 也绝美了这段河滨步道 成为打卡拍照的私房景点 能够成就这样的美景 都多亏了当地永安理智公们 多年来用心的维护 十几年 超十六年的时间 我们的算是永远的智公 自然以在这里一个人附设五宝 从十六年前开始任养 到现在也没停歇过 但是比较可笑 比较可笑就是说 不知道是我们土质应该也有关系 我们还有就是靠局限小奶 比较那段 没差这边的发动轨了十岁 但是我们也曾经试过 就是把它再载中 不过的时候 它没有得到我们想的效果 因为这段时间 延期就是我们这些志工 不过平时 应该去找时间 就是一个人五分 来经营这些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火这么漂亮 其实 背后 很多 甘苦跟心酸 也不是只有一个人 我们还要再感谢 是我们附近这里 连家人 我们的老师 他也愿意来当志工 永远都是以往如解 大家都有心 就一直会对设计很好 里长表示可能是河滨步道 花台土质上的差异 左岸的杜鹃花总是开得比右岸好看 当然志工们无私的付出 维护照顾河滨步道的职务 最功不可没 也欢迎大家来这里 骑车散步欣赏盛开美丽的杜鹃花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2022城市博览会即将在4月22日在基隆盛大登场 基隆市长林佑昌率领基隆市府团队 在台北松烟文创园区召开全国记者会 并公布陈博会宣传影片及大会主视觉 林佑昌强调改变台湾从基隆开始 邀请国人把握11天的整齐 到基隆体验这座山海城市的全新魅力 基隆市长林佑昌与基隆市府多一级主管 骑着滑板车进场 充满活力的为这场全国记者会揭开序幕 为了宣传 4月22日将在基隆登场的2022城市博览会 林佑昌与基隆市议会议长蔡范连 及立法院蔡市印联媚出席 在台北松烟文创园区举办的记者会 邀请国人一同参与建政基隆这座山海城市的成长蜕变 我要再次强调这个博览会 它并不只是一个设计展 而是把整个城市 还有以及未来台湾都会都市发展的一个愿景 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呈现 所以除了海港城市的一个未来 还有包括文化跟历史的一个展演 以及包括最重要的生态永续海洋的一个主题 都会在这一次的博览会里面完整呈现 大家知道这个地方现在是全国最夯的一个地方 我们会跳在这里是特别具有它的意义的 借用这个地方借用今天这个记者会 诚直邀请我们全国的各位好朋友 4月22日到5月2日希望任力临基隆市来观赏 我们来验证我们的城市进步的这个整个形象 二次大战之后 台湾的各个城市没有人举办过相关的城市博览会 那这一次在我们基隆右上市长的领导之下 把这过去几年基隆城市的改变跟进步 借着几个会场的整合起来 举办这样的一个城市博览会 当然也是为了2024年台湾博览会 做相关的序取的活动 邀请更多的好朋友来到基隆 来看基隆的进步 跟台湾头的最近这几年的城市发展 全国记者会上也首度曝光城市博览会宣传影片 及大会主视觉 包括博览会策展团队 及7年来曾参与改变基隆的建筑师 设计师和企业家等也出席记者会 由于展期长达11天 牛昌预估参观人数有机会突破百万 我想这一次的一个策展的活动 我们展期有长达11天 所以我们预估会突破100万人以上 那我们希望让大家可以重新认识基隆 重新发现基隆 那这个城市跟过去大家印象中的雨都 然后是黑黑暗暗的这种色彩 已经完全不一样 大家来到基隆可以感受到一个 新的海港城市的热情 除了三大组展场及一个副展区 这次陈博会还有许多期间限定日夜皆有的活动 从室内展览空间到户外地景风情 从海岸线到三层四角 希望带给参观民众实施精彩 出出经验的全新基隆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记录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纪录片 《时代革命》正在全国各系院上映 基隆市长林又昌与基隆市议员同资委 以分别包场邀请高中生及民众来观看 基隆市议员郑文婷、陈怡及林敏勋也购票入场 以实际的行动力挺香港 从香港架来基隆开咖啡厅的小凤 则是在现场分享自己的心情 更呼吁国人应该要团结珍惜 这得来不易的民主自由 香港加油 学生们拿着电影票依序进入影厅 播放的是记录香港反送中运动过程的《时代革命》 为了挺香港民众追求民主自由 基隆市这种方面特别包场 基隆市长林又昌 更陪这群高中职学生一起观看 希望让民主自由的种子 向下扎根 萌芽茁壮 很多民众都反映了 这个《时代革命》的这部纪录片 非常值得观赏 然后而且其实这几年在香港所发生的这些事情 台湾人民其实都有感同身受 那也非常的一个关注跟关心 那这个现在有这部纪录片 我相信可以让大家更了解 这个香港的一个状况跟情势 以及香港人民的一个感受 这部电影里面有一句话 不是时代选择了我们 是我们选择时代 所以我想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是很值得来观赏 那我们也希望今天看了这部电影以后 我想能够让大家更加珍惜 现在生活中我们享有的这样的一个民主自由 从香港驾来 基隆并开了一间咖啡厅的小凤郭凤凌也现身说法 与带哽咽的他呼吁台湾同胞 因更团结珍惜得来不易的民主 我觉得很幸运的是 台湾还有自己的军人 还有自己的军队 但其实在这个背后很需要是大家的团结 基隆市议员佟也自掏腰包包场 邀请民众进场观看时代革命 军事议员郑文婷、陈怡及林敏勋 则选择在太阳花学运周年庆当天 购票入场 以实际行动力挺香港及乌克兰人民 香港人用他们的血、泪跟勇气 来面对极权的这个国家 那当中国共产党一国两制的承诺 已经失去了诚信 香港没有了自由、没有了法治、没有了自主 所以香港人的这个抗争 我们台湾人历历在目 我想邀请所有的认同自由、民主的台湾人 一起来力挺香港不畏强权的人民 3月18号也是太阳花学运 当时就是很激烈在我们那个立法院 然后今天也是刚好3月18号 就来看这个很应景的电影 现在正是俄罗斯在侵略乌克兰的时候 那香港也失去了他们长久以来的一个民主 那在台湾呢 我们却正在享受民主的一个成果 因此这样一个有意义的日子 我们特别来支持当时反送中的这一个电影 《时代革命》 最重要是说我们还是要经过这一个电影来反思 其实就是说我们这个民主是 其实是民主的成果是相当得来不易的 并不是说我们理所当然 看过《时代革命》的民众对电影内容印象深刻 对于港人争取民主自由的抗争过程 直说很震撼人心 他们面临要失去自由的恐惧 在奋斗 那身为我们在这一块民主自由的台湾里面 我们要更加珍惜 尼尔昌也表示不排除在包场 让更多金融学生有机会看到这部 意义深远的纪录片 香港 加油 民主 加油 记者张旗腾 金融报导 再带你来看中山区的太平国校 废校后准行成为太平青鸟书店 成为基隆新的热门景点 不过金融市议员宋伟丽却发现周边的 证明不足 路面斑驳 围墙老旧及花卜杂乱等问题 要求都发处尽速改善 外观新颖又文青的白色建筑 太平青鸟书店 假日总是吸引不少人潮 施工人员忙着进行第二期工程 但开幕以来周边的照明设备不足 让周边居民倒垃圾摸黑出门 我们这边的居民 因为他们的垃圾车都到这边来 倒 结果因为把这边的一个电线杆 拆到这里来了之后 这边变成个黑暗 整个昏暗 我们知道我们就是多雨的天气 本来就昏昏暗暗的 你再不用电灯来照亮 照亮这个城市的话 感觉这个城市是没有朝气的 所以这边的居民 他们上来的话 也希望能够 有那个照明设备 能让他们能够安全一点 这个周遭的环境 其实照明是够了 已经是够了 但是说如果想要再加强的话 这个我们会再来改善 还有地面出现的坑洞 另一侧的围墙 搬捕老旧 明显出现了反差 这边的整个当土墙 你看已经归裂到 归裂到感觉是两个粘线 不同的粘线 就是马上就有落差的感觉 所以说我觉得 这都应该要重新 重新看拉皮 或者整修 重新整个 因为这真的年线蛮久的 因为下面都裂开了 不管是因为 他们这是施工的关系 应该是 杜花树这边 应该会再把坑洞补起来 因为那看起来是原本施工造成的坑洞 太平青鸟开幕以来 金融市议员宋伟丽 关心周边的建设 21日邀急了都发出现场会刊 同时也发现 广场上的植栽太过茂密 显得有些杂乱 根本无法显示 入口异象 针对景观植物杂乱都发出说 枯枝尚在保固期限 地面铺路将会请厂商附旧处理 至于停车场老旧的墙面 因为不属于二旗工程 后续将会建议相关单位妥善养护 记者 黄绍铭 金融报导 祇荣祠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及祭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慈云寺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指脚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众任养 到了慈云寺可千万别忘到 财神殿参拜哦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吉永祥峰街一处海关宿舍传出纵火案 一名50岁神姓男子 过去是海关退休员工 因为硬闯宿舍被管理员拦下 居然心生不满 闯入停车场朝管理员的车子纵火 汽车发生火烧车 消防队员不水线 朝起火的车辆喷洒 轿车挡风玻璃被烧毁 但警方到场调查 竟然是一起纵火案 纵火男子被募集站置闯宿舍 被管理员拦下 心生不满 涉嫌纵火 我刚刚是出来倒垃圾 然后我就听到有碰一声的东西 掉到我同事车上 然后我就靠过去看 然后之后我就看到一个火点 然后就看到火点在引擎盖上面 我就靠过去引擎盖 之后我就看到我们那个前同事 他就从引擎盖那边马上绕出来 我就问他说你刚刚在干嘛 他就不理我 他就走掉 然后我就看 哇 他是放一个汽油桶 然后越烧越严重 我就赶快通知我同事说 你的车子看起来是烧起来 赶快过去 然后我们过去的时候 来不及了 灭不掉 灭不掉之后 我们就拦住那个犯火的人 请他不要走 然后这就越烧越旺 就现在看到这样 到现场了 一步自脚客 已经起火燃烧 还有爆炸声 我们迅速步一条泡沫水线 直直滅火 直直滅火 那我是很快就被控制了 现场无人员当缓 但是警察有发现一名状况 起火原因可能还在 警察火调查中 警方调查 50多岁的省性男子 闯入金融祥峰街海关宿舍 超一辆轿车 扔子不明物体 随后汽车起火燃烧 当场被工作人员发现 随即将他制服 通报警方到场 接获报案 翔峰街有火灾案件 远警立即倒查现场 发现有故自小客 车移召一名男子 以打火机点燃 该名男子随即当场 遭制服待案侦办 现场火事 约于19时许 撲灭 听由消防单位 调查处理中 详细犯案动机 尚在查证离心中 所幸火事很快被扑灭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而男子已经被警方带回征讯 全案朝公共危险罪侦办 记者黄绍铭 接下来报导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 请来主持天王徐乃琳拍摄广告 宣导反酒驾 反诈骗 以及互抽三大主题 加深民众的印象 民众骑车摇摇晃晃 被警方拦了下来 经过酒册结果 有酒驾行为 这下南逃法网 我要去吃早餐 没关系 帮我吹一下 吹什么吹 我可是黄花大公女 吹什么吹啊 我是说对酒精减脂器吹气 酒精减脂器喔 他为什么会亮 有酒精反应喔 请来自家云警拍摄房酒驾 就连主持天王徐乃琳 也来当宣导大使 宿醉酒驾 很多人误认前一个晚上小酌 睡一觉之后 酒就可以退了 但是呢 在开车的时候 被警察拦检 才发现自己酒驾 大为吃惊 根据医师指出 酒精至少需要12个小时 才可以完全的代谢 而且呢 时间也会随着 酒精及个人的体质 再延长 如果饮用酒精的浓度高于30%的酒 则需要将代谢的时间 拉长为24小时 否则体内残留的酒精含量 都可能超过酒驾的标准 小姐你好 今天要办什么业务 我要领钱 领钱 今天大概领多少钱 我要领五百万 五百 小姐我带身份证件吗 方便先跟您借一下 好的 稍等我一下 麻烦你了 好 方便跟你合个身吗 口罩帮我拉一下 好 好 谢谢哦 那想要问一下小姐 今天怎么会想要领这么大的金额 因为家族要用过年的时候要包红包 除了宣导防酒驾 四族女王也离停警方 无常参与拍摄短片 宣导提领大笔现钞 警方都有提供护钞服务 长 她那好像有领很多钱 我们要不要过去看一下 我不知道会不会被抢 小姐我看你领这么多钱 有需要警察帮忙吗 可以吗 可以送我们回家吗 我们平常跟过年都有提供护钞的服务 有需要可以拨打10 或派出所电话寻求协助哦 那真的是太好了 姐 谢谢 警官谢谢 个人提领款时 应随时注意周边防范被寄予 尽量以汇款的方式 代替提领大量现金 在重要的节日及平常时间 尽可请警方护钞服务 欢迎拨打110申请 警察护钞服务 维护您的安全 欢迎 还有还有民众接到不明来电 千万不要慌张 避免遭到诈骗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第一 马仔看不到你 第二 按照我的指示 去附近的提款机 和汇集 来赎人 我现在刚好就在ATM附近 我现在赶快汇钱给你 阿现在让你开始喔 平常给我盖点 过来 平常给你们出道的盖 随去提款机的旁边 按照我的指示 世间银行账号 3838 我300 不不不不不 我现在就在提款机这边 我现在赶快进去 我现在立刻汇钱给你喔 姐姐你好 你有帮忙的地方吗 有欸 我女儿好像被绑票了 我现在赶快汇钱给她们 没关系 不要紧张 我帮你跟她说 好谢谢 喂你好 我这里是南港分局 南港派出所警员 好啊 警察落下 警察到你了 而且 这就剩一半的电话诈骗 不要紧张 喔真的吗 那太好了 感谢有你们 谢谢谢谢 千片万片 离不开ATM 千万要记得 遇到陌生人 请你到ATM 操作提款机的时候 注意就是诈骗 防诈小口诀 请小心求证 一听二挂三查证 一连拍了三支宣导短片 希望提醒民众不酒驾 提领大笔现金 可以请警方护钞 接到诈骗电话 记得报警处理 记者黄少铭台北报道 有欸我女儿好像被绑票了 我现在赶快挥钱给她们 没关系不要紧张 我帮你跟她说 好谢谢谢谢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IA轻松电台 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